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老师我在那个讯息列有贴一个流程图的网站 各位可以点进去 那如果来得及就可以稍微做一个练习 那我把画面分享一下 好 那这个网站呢 我知道很多教技术的老师蛮喜欢小朋友画流程图 那流程图呢在Clone的外挂里面 它就有这个外挂 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 它叫Zorow.io 然后或者你直接到这个网站 到流程图的这个网站 那点进来会到这边 那我直接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好 那个直接登录 用你的Office登录注册就可以了 好 直接创建一个新的图 那这边直接选空白图就可以了 创建 它是用浏览器画的 所以换句话说 平板应该也可以 只要有浏览器就可以使用 那它用法很简单 这边有一些一般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画流程图用的 那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边快点两下 你可以不要用这边 快点两下 它就会出现那个常用的图形 那一般我们开始 我们就会选择这种椭圆形 然后假设这个是开始 可以中文 好 然后呢 接下来你可能要往下继续画 对不对 往下继续画 假设我要执行一些指令 要做什么事 那你就要往下 那你把滑鼠移到这个地方 好 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下面会出现一个箭头 对不对 你直接选这个箭头 然后就可以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好 这一般的执行的stament会 会是长方形的 就你要做什么事 那你就可以点两下 把你要做什么 就可以key在这边 好 当我要遇到选择项的时候 选择项是用这个 零形的 这是选择项 就是如果怎样就怎样 否则怎样 好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零形 那这个零形呢 好 也是一样 好 如果是 那你就可能下一个什么动作 好 如果是要走这边 那如果不是呢 可能要走这边 好 好 然后最后呢 可能来一个结束好了 好 最后来一个结束 好 假设这样 然后那这边呢 如果不是的话 坐这边对不对 那也要到结束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直接 在这个点 它的那个周边都有这种 嗯 这种点 你就按着不要放 直接拉到你要连接的地方 放掉 这样子接好之后 你再去调整位置 好 再去调整你的位置 好 那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图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你那个是或否 这个直接快点两下 就可以打文字 好 这是yes s我就走这边 快点两下 n我就走这边 好 这个里面都是 快点两下就可以输入 所以你要画流程图 其实很简单了 那这个每一个图都可以移动 都可以移动 那你移动的时候 它的线会跟着动 它的线会跟着动 如果线位置不合适 你就再换位置就好了 它线都是可以动的 都是可以动的 所以都可以动 所以蛮方便的 很简单 不用特别安装什么软体 这个部分给各位分享一下 然后各位可以 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给各位两分钟好了 稍微玩一下 知道这个地方 那你也可以去 克隆的扩充功能里面 扩充功能里面 它的管理扩充功能 管理扩充功能 这边也可以去线上应用程式 这边也可以去线上应用程式 这里直接找 Draw 好像叫这个 这个网站 zowow.io 这个网站 你可以把它放进你的扩充功能 那以后点这里就会跑出来 也可以 这个还蛮常用的 好像里面还可以画蛮多不同的图 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 今天下课之前 各位在那个讯息列那边 那边有一个连结 请各位要填一下那个 课程问卷 下课之前要把它填好 就是meet结束之前要麻烦各位把它填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Squitch它真的是一个 很好玩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 教Squitch 因为它可以跟真实的生活 可以结合的部分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当你小朋友学了Squitch之后 它有一点儿童程式的小基础 它可以玩的面向就会更广 好 那其实我 我教Arduino 我是中年级直接开始 因为如果你学的是纯程式 它比较训练你的思考 所以那个很多的控制项 选择项 If or else 那些 那个会让学生脑袋转很多弯 那有些比较直脑袋的小孩 他可能玩到后来你的城市越来越庞大 他就会觉得 我不行了 会有点乏力这样 那所以我们会带硬体给他来玩 好 那带硬体反而没有各位想象的难 所以你不需要 一定要学过Squitch之后 才去学Arduino或者Microbeat 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 这些硬体呢 其实它除了儿童城市以外 它在那个硬体的部分 它的城市控制其实是很简单的 大部分就是 如果怎样就怎样 如果感测器温度怎样 那我就启动电风扇怎样 所以他反而他的那个流程 他的那个思考的部分比较单纯 那玩这些东西会非常的好玩 那为什么要玩 第一个也是引导 就是希望他有动机 那这种抽象的学习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加了具体的操作 他就会变得好玩又简单 然后他也是可以跟你的生活做结合 跟你的学习做结合 那所以我们会利用 鼓励完创课 不要只学城市 真的很可惜 都已经会城市了 好 那到底有哪些好玩 如果是初阶的老师 稍稍听一下 那个很厉害的老师 大概也都知道 就是我们如果是已经会Squitch的小朋友 那你你的那个软体的部分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加了硬体的软 就是软体跟硬体都可以一起玩的部分 他其实我们的硬体有蛮多的 有蛮多种类的 那这里面呢 他的软体好像长得像Squitch的 就有Transformer BeaDesigner Mblocker WFduino OSEP 然后还有很多Killing Block MyPlus 米斯奇等等 那这些都长得跟Squitch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你会Squitch的话 这个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软体控制的界面 软体控制的界面 然后如果你是国中阶段 你觉得Squitch已经对你太简单了 你可以考虑Brockley 跳到Brockley阶段 那我给各位的新制图 这边都直接有相对应的网站的连结 各位可以直接点的就可以进去 那所以如果你觉得Squitch对你来讲 已经很简单了 那你就可以跳到Brockley上面 那Brockley呢 用来控制硬体也有很多选择 包括会手科技的MotoBrockley 然后7697的BrockleyDurnal 然后WebDurnal的 这个高雄应该很熟 WebDurnal的Brockley 然后另外Aldeux Broccoli都有 那这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图形化的 都是图形化的 所以使用上来讲几乎也没什么难度 那现在那个远距 疫情的关系远距的部分 其实有些线上的模拟器 你没有硬体也可以玩 没有硬体也可以玩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举例过Tinkercad 然后其实WebDurnal的Brockley 它也没有硬体 它也可以去用程式控制Aldeux 那像包括你们推那个Microbit的话 Maccode的网站 那Maccode的网站 我要稍微再介绍一下 虽然我比较少在使用这个部分 Maccode的原始的网站 它除了Microbit之外 除了这个Microbit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玩的Arcade 那这Arcade 它的硬体长得有点像小电动 小的电动游戏机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利用 那个小的电动游戏机 在上面拉Squatch的程式 就可以做出这些很好玩的 像以前那种任天堂那种时代的那种小游戏 这个也是游戏学习里面 蛮多支持拥护者 这也不错 蛮好玩的 那其实像这边还有 这个也是有点像Arduino 这有点像Lillipad的东西 那这些都属于蛮多人使用的 那这些就是比较高贵的选择 这也是另外一个选择 好 然后在Webduno Webbit这边 你们高雄应该是很 真的是很熟悉 那他也有 除了Webduno之外 他还有一个新的叫Web AI 它是可以用镜头跟一晶荧幕可以玩AI的 那这个是新的东西 他的好处是他的教材比较完整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我们在玩硬体的时候呢 其实目前功能最强的应该是Bdesign 不管是基础的控制 板子的多元性 还有AI物联网 因为Bdesign应该算是目前开发最快最强的 就要感谢桃园蔡教人老师 那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Transformer 因为他很稳定 然后开发的时候也是 就是很多老师给予相关的指导 所以他比较符合 比较直觉 比较直觉 然后另外Mblock 他的生态系非常的丰富 各种硬体都有 然后比这两个厉害的是 他也可以烧录 他可以烧录程式 他不是只有线上模拟 所以这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你们像宜兰一样 你买的是Chromebook 你只有Chromebook的话 那你就只能用WFduino 这是Chromebook的唯一选择 那另外鼓励各位有机会的话 那个SCA社群在推OSEP 那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了 为什么还要推一个OSEP 理由其实很简单 这些都是私人或公司的产品 私人或公司的产品 那所以我们在运用上难免会有一点 有一点隐忧 比如说如果是个人的产品 那我就每天要烧香拜拜 希望这个开发者能够投好壮壮 在有生之年活到100岁 然后这样我们才有东西可以用 那如果是公司的产品 那你可能就要保持良好的关系 然后他们也会当然也会帮忙 然后所以你需要什么他们才会帮你改 那有什么问题才会帮你处理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就是要互相要帮忙 那或者是说你可能要买点他们的硬体 或什么用起来才会比较顺之类的 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社群的 它是一个息息授权的东西 那所有的老师在用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挂案 你不需要再特别去征求什么授权的同意 也不需要再特别去要什么序号 或者是说有些Mega可能要买它的硬体 才会跑得很顺之类的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未来会慢慢要推这个OSEP 那也希望各位有兴趣的帮我们开发一些积木 那Blockery这一边的 Blockery它当然就是主张 它可以直接把程式烧入进去板子上 那可是坏处就是 它就没有了Squitch的多媒体 但是它做的东西是可以脱离电脑独立运作的 所以不管你用Arduino 用7697 用ESP32 用Microbit 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离线运作 你只要给电就好 所以可以玩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好 然后 这个部分是给各位的一个参考 就未来你想要玩的东西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当然你也可以玩什么 凯笔机器人 那你想要玩AI物联网都有 全部都有 这些就是你学了Squitch之后 后面其实那个海阔天空 好 但是我们在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考量 就是说 如果你是推国民教育 我们就会推 因为台湾现在比较穷 所以我们就会买比较廉价 但是那个技术能力可以克服的范围 会买比较可以有机会普及的开放硬体 当然如果比较有钱或者是说那个比较没有缺钱 那我们就会买商业套件也OK 可能可以撑的比较久品质比较好 也是OK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各位自行去判断了 那或者是说如果上面要不到钱 那其实各位老师就自己去求生 自己到外面去求生 那我们就会比如说有一些基金会会有合作案 那像暑假有开那个联发科基金会的案子 那你就可以去申请 他就可以给一些钱给你去买上课的套件 然后会有一些老师做专业的辅导这样 所以各位老师就必须要可能参加一点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未来其实真的是很好玩 海阔天空 那你这些有去玩的话 甚至就算你老师将来退休之后 或是你干脆就公家机构真是公立学校教育太落伍 太多限制 你就跳出来自己开补习班 这些随便一样 就赚到那边去了 课就上不完了 真的是这样子 你去看看外面那个上这些课的补习班 那个一堂课 一个夏令营三天都收上万的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我先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我先把我给各位的资料 我稍微做个说明 然后我再回来跟各位讨论一下迷思的部分 好那我给各位资料里面呢 这里面教材的部分 这个是刚刚开过的我就不再讲了 各位自己看就知道 那这个是纯课纲 就是107课纲108课纲的内容 科技领域的摘要 里面的学习内容学习表现 我都把它放进去了 就查表会比较方便 你也可以上面做统整分析 比较容易 那这个是我们在上创课的时候 课程设计的案例的想法 怎么样是一个设计思考型的课程 那你要从什么地方去切入 那大概你就照那个模式 去套那个模式 你的课程就其实就会有一点设计思考的样子 好然后怎么用运算思维上Squitch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如果说现在疫情 很多你要办比赛 那你可以参考的方法 就是怎么在线上 然后做Squitch的竞赛 然后怎么收件怎么评分 这个是上次我拟的方案 本来是柯丁今年办全国是要用的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是自主学习 这是后社认知 然后这是今天的演讲内容 然后这个是 因为辛克刚把国小拿掉了 那后来被骂的惨的不得了 后来又折成国教院 把那个国小的阶段 把它再弄成一个参考标准 然后准备下一次 克刚在翻新的时候 要把它再拿进新的克刚 所以各位老师 如果是国小阶段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但是现在 现在只是参考标准 还没有法律的地位 没有克刚的地位 所以说真的 你也可以不甩他 这是个人讲法 那个国教夫来团不会同意的 好 那再来就是刚刚克刚的秘密 然后游戏画八角 我觉得这个是 你要鼓励一个小朋友 对你的东西很有兴趣 你一定要会这个东西 这个有关老师的说服力 跟你的课程设计 我们以前曾经 我上过课的学生 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是那种很 很丁精的老师 那种导师 然后要求非常严格的那一种 很八股的那一种 那有一天 他的小孩被我教到自然课 然后他就 有一天就突然跑来直问我 那个眼睛好像快要喷出火 然后就他就说 邱文胜你到底是怎么教自然课 我说到底是怎样 你那么生气干嘛 他说没有啊 我就是很好奇 你到底怎么教自然课 为什么我的小孩 回去之后 一天到晚就问我说 那个太空里面的星星 到底是怎样 然后星座跟星座有什么关系 然后那个预言故事怎么样 就问一大堆一直缠着妈妈不放 然后一直要想要去 Google这样的资料 或者想要去买这样的书 他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 让学生可以这么沉迷 这个课程里面 那我其实 我很简单 我就是用我很好的口才 讲了那个希腊神话故事 然后我再用那个投影机 往天花板投影 然后用那个 STLEIUM 那个星座的软体 去模拟今天晚上的星座 会怎么跑 然后让他们去学 那个星座怎么认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个小朋友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回去 回去就一直追着妈妈不放这样 所以你要怎么去 去有一个很棒的说法 让小朋友能够被你吸引 然后完全投入你的课程 所以我们下课都是 那个小朋友会跑来追着你 老师老师 我们上课 下一次上课教什么 会有这样 你就会被一天到晚 被围着跑这样 好 那重点就是 请各位把这个游戏画八角里面的 四个主动动机 跟四个被动动机 把它学起来 我里面有跟你放怎么应用 我现在学任何东西 都有加入我的后设 就是这个东西我学好之后 我在教育上怎样应用 我都有把那个应用的方式 key在里面 各位可以好好参考 好 然后这个是刚刚的那个运算思维 如果你看不懂学术的 就来看这个具象化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 如果你要把课 很简单就能够上到 运算思维 上到设计思考 又能够上出素养导向 又能够培养到学生的创造力 又能够培养他自主学习的能力 我这边把它归纳出了六个步骤 那这你只要上课 套我这六个步骤 这个模式去上课 你刚刚那些108课纲 那些核心的概念 全部都可以把学生教出来 而且不难 非常简单 那这个我们在 我还有一次的课会在 在下个礼拜的样子 对在25号 我还有一次的一个半小时的课 会讲这六个步骤 会带老师简单的操作一遍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大概就是前三天左右 我就会公告那个 线上研习的位置 那各位再一起来meet 这是题外话 所以各位如果想很简单 能够教出这种 让学生未来很棒的这种上课的模式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个是上课 课堂上 Squish怎么教的部分 跟刚刚那个竞赛怎么训练 然后这个是硬体组的 不过现在没有硬体就无所谓了 然后这是如果你玩硬体的话 Arduino里面的各种软体的简要的说明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用来发展小朋友的创意 跟素养化的很重要的工具 那里面不外乎就是三种工具 三种表格 一个是曼陀罗 那曼陀罗呢 就是中间是主题 旁边八格就留给学生去发想 那它可以是有层次的 有层次就是这是第一层 那你可以针对 比如说 我如果针对这个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这个再做下一层 它就可以无限的延伸 那这个叫曼陀罗 这是第一种工具 那我就不再详细解释这些 有机会的话 各位看 其实你们看里面的例子 就大概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 然后第二种工具叫做双向细目表 好 这个叫双向细目表 那双向细目表是很好用的 很简单的强迫组合 强迫产生工具的 产生创意的方法 好 比如说 我想让学生做一些简单的发明 那我可能这边就是放一些日常生活用的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我上课学的技术或物件 或者原理 那我就希望它 比如说马桶 对过来 如果对到可变电阻 那这两个东西 一个马桶里面 如果有装了一个可变电阻 它是可以转的 它可以做出一个怎样的马桶 它就可以强迫它产生一个新型的创意在里面 所以双向细目表也很好用 那甚至你可以拿来做竞赛的分析 比如说 比如说这些 我们竞赛如果要让学生看到运算思维的五个面向 对不对 那我在Squid游戏里面 哪些东西是可以看到系统拆解 你就可以把它分析出来 分析出来 你就去针对这个内容 在你的作品里面去加强就好 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好用 那最后一个当然是 这个是那个333学习法 这我们在那个六步骤的课会讲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心智图 这是我上课最常用的三个工具 三个工具 那这个是给连发科的那个简报 各位也可以参考 以上是我给各位的资料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猫咪杯去年的评审命题的资料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想象都很美好 但是有时候请来的评审 可能频道还没有那么相同 所以他命出来的题目会有点距离 会跟你的理想有点距离 那这个可能都需要不断的沟通 然后大家想法才会越来越接近 好题外话 好再来最后 最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不管你是柜曲还是有开硬体课的 创课课的 很多学校的老师都会问 我上课我要挑什么样的软体 挑什么样的硬体 那买那个玩创课的玩机电整合老师 他可能买了Arduino之后 结果明年又出了一个什么Microbit 然后学完Microbit之后 隔年又出了一个WebArduinobit 然后隔年又出了Hellocode 然后又出了Microbit 2 等等等 他就一直在追那个硬体 他追不完这样 然后钱从来没有够用的时候 那可是事实上 我们其实应该不是要去 说哪一个硬体最好 没有哪一个硬体最好 没有这一件事 所有的硬体呢 都是以刚刚符合你的 刚好符合你的需求为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我要做的这个专题 他只是在了解基础的感测器 那我其实最便宜的Arduino Uno或Nalo就够用 那可是我如果今天想要上网的功能 我现在要把收集的资料 存到网路上 那我选的板子 如果你选Arduino 你就要外挂一个8266 那个什么ESP32之类的 那你不如就直接挑一个Linkedit 或者是Hello Code 他直接就有网路功能 而且比较简单 所以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 其实都要挑你这个上课 符合你需求的 那像我们如果假设 我们现在靠近圣诞节 我们想做一个很多灯条的 那个灯光会变换的圣诞树 把它装饰上去 那这时候如果你挑Squitch 就会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Squitch是要带笔电 带电脑的 它要跟电脑连线 所以你就变成你要放一个电脑在那边 可是你总不会这个圣诞树放在穿堂 你不会还要放一台电脑在那边吧 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 那个可以烧入程式进去的 的硬体跟软体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挑Moto Dino Broccoli 那它就可以程式直接烧入进去 那我板子 我就可以去挑我所需要的 那我如果还要互动控制 那可能就会挑其他Macrobit 或是Hello Code之类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根据我们的课程 根据我们的需求 根据我们的专题去挑选软硬体 但是你怎么挑这件事 必须要跟学生讨论说明 这样子学生才知道 原来我的世界有那么大 那我今天会用这个Macrobit做的原因 是因为学校只有Macrobit 而不是我只能用Macrobit做 所以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不过现实就是这样 现实因为受制经费 学校就是只有这些钱 就是买了这些设备 所以你逼不得已就是要使用这些设备 那所以我上课会跟学生分析完之后 然后我最后就会跟他说 不好意思 因为学校 因为上课设备的关系 我们只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只能用它来做 就会多这样的内容的一个说法 这样一个说法加了进去之后 学生就不会被受限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再来第二点 就刚刚提到早上提到的迷思 如果你中年级安排了Squitch 高年级安排了这个Macrobit 那很多老师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在三四年级 要把Squitch的所有的技术内容给交完 各位 这个技术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 就刚刚的总结 直接跟各位讲 就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的班级 技术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让他知道就好 那真正想要练技术的 我会在社团课 在那个训练班去教 那一般的正式课的学生 我会希望走完整个流程 让他学到怎么创意 他的想象怎么创意实现 然后他的这个怎么样 可以学到快速自学的方法 然后未来他就可以自己去学 会比较简单 然后又可以快速应用 然后他怎么样可以把学到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能力 然后知道什么叫运算思维 怎么样可以用在生活上 这些反而是更为重要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比如说 新制图这么好用 今天早上也是有六个老师 老师没有在用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不知道呢 不知道有新制图这么好用的东西 还是知道有新制图 但是不知道他这么好用 哪里都可以用 好 那如果 如果如果你是不知道 那就算了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让学生知道 所以老师的第一要务是开拓学生的眼界 让他知道说 哇 原来世间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那第二步呢 就是 那个很多老师 很害怕的原因是 因为这是一个陌生领域 我从来没写过程式 现在要开始教程式 一想到程式就想到以前 哇 那个写程式都是工科 什么西语言 一堆英文字 然后一堆语法 因为他没有 他不知道我们教Squitch是长什么样 那所以你就要做一些设计 先把它骗进来 骗进来之后 让他用了之后才告诉他说 这就是程式 很简单吧 这样子才能够破除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当初在 推线里面的研习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一些技巧 因为你说 你上面那个研习课程上面写Arduino 写儿童程式 那个其他领域看到老师都不会来 因为他们会想说 这是科技老师的事 那可是我如果在研习上面 上面的名称我给他动个手脚 比如说 自然科教材教具制作研习 自然科老师就会来了 那来了之后呢 我把设计好的课程 很简单的Arduino 加上一个温湿度感测器模组 然后用Squitch打开 就可以直接搜温湿度的资料 拉几个积木 然后还可以做记录 哇 那个自然科老师就会惊为天人 哇 原来有这种东西这么好用 我怎么以前从来不知道 然后你再跟他说 各位老师 你刚刚用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Arduino 就是开放式硬体 那你刚刚拉那个积木呢 就是Squitch 就是儿童程式 我们现在就教 就是教这个程式 然后他就会说 啊 这什么 根本一点不可怕嘛 我才半个小时我就会了 所以从此以后 这自然老师 他去看研习的时候 他就算看到什么Squitch 就算看到什么Arduino 他就不会那么害怕 他反而会想要去学习 所以有时候 这个是需要用一点策略 有一点技巧 好 那再来最后一件事 就是有时候 那个愿景想法很美好 但是 现实是有一点差距 那这个现实的差距 有可能是因为 长官 或者是承办人 不知道怎么去达成 所以他就会跟你说 啊 这个办不到啦 这个很难啦 好 或者是说 他在他的认知里面 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样做 可以很简单做得到 好 那所以 呃 如果你可以 有策略 然后简单的可以做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你的能耐 好 啊 索性这个就是 我们花莲 这几年 很厉害的策略 我们有 教王有 想到很多很厉害的策略 然后又像我这种不怕死的老师 不怕得罪校长们的老师 我们会去想一些办法 去处理 啊 连我们的处长 都帮我们演戏 我们处长还规定那个校长 每 国中国小校长一定要参加 我 我有一次开3T次的演习 是校长班 所以处长在呃 呃 演习会场点名 所以国中小的校长没有一个绕高 全部都出现 对 那我就是设计那个超音波加Arduino 然后用Transformer 然后呢 那个多方线插上去插上去 这样线就接完了 好 然后那个积木拉个 呃 距离小于多少 再大于多少 那我就计数加1 然后就差不多10条的一个积木程式 这样子包括硬体的接线 包括呃 城市拉好不到一个小时 所有的校长全部做完 做完之后 然后他们就开始玩哦 玩什么 超音波放在地上 然后校长开始做福利挺身 因为校长跟校长之间感情都很好 都都很会玩 就在那边比福利挺身 好 然后比输的呢 那个就下课要请人家吃饭 那玩完之后呢 我们就跟校长说 像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小推动的 Squatch 儿童城市 那这个硬体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开放式硬体 就是创课课程的一部分 从此这些校长 就了解原来 Squatch 儿童城市 这么的简单 又这么的有教育意义 所以从那个年代开始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校长 会抵制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来学这个 反而是鼓励他们来学 好 鼓励老师们来学这样的东西 这样回去呢可以带给孩子有不一样的 的新的一些观念 好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在执行面 会有一些策略 然后有一些长官 就是全体要配合的部分 那我想这些部分 跟老师们做一点分享 那我想时间还剩几分钟 那我不晓得老师们 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疑问 好 我把时间交还给洪老师 然后各位在也顺便在那个 那个问卷连结那边 请各位点一下一边做问卷 好 然后今天的课我都会有录影 那我也会录完影之后 我会把那个连结给洪老师 然后他应该会通知你们 然后我也会公告在我的 Youtube跟脸书会挂连结 部落格应该也会贴 那所以非常感谢高雄 给我这次的机会 虽然去不了高雄很可惜 但是等疫情好转再来去吧 那不晓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需要可以交流的 那个各位老师好 目前到现在还有大概50个人 那我们的那个通讯栏那边 有问卷的那个栏位 请各位来填写 原因是因为我们 这是好不容易 才请到我们文胜大师 来帮我们那个开示 然后大家也知道文胜老师 他非常博学多文 你也可以在今天问卷内 请说 你希望我们明年 可以希望 请文胜老师再讲解 和分享哪个部分 就算今天问卷已经停过的 没关系 你再开个新问卷 然后就只填某个人 我觉得好 因为你们每一份问卷的 每个两位 我们 我们指导员 还有我们课 都会看 我想要知道 藉由文胜老师 这一次 让大家来 赶紫上看 我们哪些地方 还想来 多学习 更精进的 好 如果是各位老师 你那个 今天你有报名言行的 请你 请不要再贴问卷里面的 那个 真正字号 然后 别抱歉的是 外县市老师 很抱歉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大约有20% 大约有8位 老师 外县市老师 然后 很抱歉 我们高雄市 没法给你们实数 因为系统 就是 我们看不到高雄市的系统而已 外县市的系统 我看不到 那请问各位老师 您对于今天的那个 一整天的研习 您对哪一个部分 你觉得说 你想要更了解 或更清楚的 来趁这个时候 来问 那个 文胜老师 各位 可不可以麻烦 顺便开一下镜头 因为 我有四人障碍 那很多老师 外县市老师 也可以核实数的话 对 那么 我可不可以不情之请 请老师们开一下镜头 因为我有四人障碍 那很多老师 又是英文名字 所以会认不得 所以以后见面 或者以后有什么 问题要问 我不知道你是谁 对老师 都很方便的话 如果是你家里目前 那个没有其他人的话 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各位高雄的老师 高雄我是 比较少去 因为高雄有很多大神在那边正守 所以不需要我去 好 那那个基础 我想基础柜学的部分 跪限自己的老师 应该 很足够了 还不需要在外求了 嗯 嗯 那就看看 各位老师 他们哪些你想要 来那个 从文圣老师这边 来学习的 好 你可以在文具里面 写出来 你看出来 今天文圣老师他 非常的博学 那我们还有机会 明年把他请来高雄现场 如果明年没有疫情的话 而且我们本来今天 应该在直观的 而且今天本来是真的 我们有定了 180元的餐盒 一个150元的餐盒 就是 退货了 太可惜 应该再花个 60块80块的邮寄费 寄给大家 可以啊 一个80块 一个80块 我倒贴70块 一个150了 那就累积到明年的研席 吃得更好 好 各位老师 像文圣老师他在下礼拜六 我记得他跟Google 有合作另外一场研席 若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报名 可是文圣老师也把那个 他会站在他脸书上有贴 因为我自己是有报名的 对 下礼拜那个是比较客厂的方面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研席 就要快结束了 请问各位老师 有没有其他问题的 你现在不问的话 之后要问的话 别麻烦了 现在有真人 可以帮你回应 还会来帮我开研席吗 有邀请当然就会啊 对 是会了 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希望知道 各位老师说 您今天的 像我们今天就很不错 今天我们那个 老师是 今天老师 那个 成这个 大家的能力 大家都蛮均勻的 只有大约不到 大约不到 4%老师是初学者而已 其他大部分都是 非常有企业的老师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 就算是蛮均勻的 我们之前开研席的时候 上一场研席 大约就是初学者 和今天学习 大概一半一半 今天是差很多 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在办研席 我还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会把所有的老师 尤其是那个基础的老师 我会指定他的师兄师姐 我会找一个我们 那个讲师团的老师 介绍给他认识 然后让他们说 有任何问题找他 然后会找那个 讲师团的老师去辅导他 有事没事去问一下近况 这样那个 那个气氛会很好 而且学得很快 老师 那个有人问说 有个黄帽帆老师问说 您八科办理的整选 他要入选观点是什么 哦 他主要是看你想要做什么 然后你的规划 呃 是不是还ok 好 就是看你写的内容 啊 啊 其实他们 就是你如果太随便的那一种 他就比较不会录取 啊 一般来讲 只要他觉得 只要你的想法ok 对学生有帮助 他们原则上 就会去同意 那因为第一届的关系 他们名额只有30个 所以这一次等于是有点像示范性 试试做看看 那他说呃 这一届办的好的话 明年会扩大 会扩大 那因为他们的经费很好用 他不像以前 以前是 我给你钱 你一定要买我联发科的东西 或者我联发科的设备直接配给你 好你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但这一次因为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是 他是完全让老师自主的哦 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然后那个额度就给你 然后除了那个上课的设备费以外 我们另外还跟他争取了老师的研究费 因为老师在学这些东西的过程中 你不免要自己买零件 那买零件通常学校没有那种什么研究费给你支 所以通常都老师自掏腰包对不对 我如果有讲讲错打我巴掌 那所以自掏腰包这个老师 当然无条件奉剑真的很好 我们必须称赞他 但是如果久了 然后学校又没有适当的表现称赞你 甚至你就会心亏意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特别增加了那个研究费 让老师在那个额度里面想买什么研究 他就不管你 就只要有发票报账就好 然后还鼓励老师给学生舞台 所以有一个参赛的一个补助费 就是你只要带学生去参加全国赛 那是跟写程式跟机电整合有关系的 他就补助你这个费用 那那个费用他就不管你要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带学生去吃吃喝喝也OK 我想他们是非常的有诚意 然后里面的那个指导的老师又找了就是都是最顶尖的老师 那所以我想这几位老师 不过这一次来参加很多里面本来就是大神 所以就是未来大家都有机会 谢谢大家 好 那现在是四点了 那我也不单位各位老师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延期 如果各位老师没有事情的话 就到此结束了 因为我知道各位老师 一定非常非常的累 我自己也讲过一整篇的这种 现在延期的课程 现在延期的课程 一个很大好处 我们会比尸体这样子来学得更多 尸体课程 可能还能让你学得这么重实 因为尸体课程老师 我们还要叫他去学习 现在课程表 文职老师他不怎么训 他在背后拿出他更多的法宝出来 和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的研习就到此结束了 那我们就 跟哥老师说拜拜 那我们也谢谢文聖老师 谢谢文聖老师 真的今天辛苦了 你口容要好好保养 我们要下礼拜一餐 对 好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